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新年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大年初二 传统是回娘家 我们一听到回家 就要想着净土违归 这个归就是去向 心里都不要时时不忘违归极乐世界 甚至于是做任何一件事 都跟净土违归是相应的 我们做哪一件事跟净土违归不相应 不就背道而驰了吗 那不就离极乐世界越来越远了 所以第十八愿说的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愿生我骨 所作一切 一言一行 都要符合时善业 但是不求世间的果报 都是回向极乐世界 都是往生的资粮 这个才净土违归了 道业者不可虚于离也 有没有说 道业者不可虚于离也 过年除外 给我放假几天 大家要知道 李扁兰老师当时有说了 这个佛学讲座 大专佛学讲座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看一场电影 就没了 退回去了 请问这一段话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一拉回来 那请问大家 这几天过年 战况如何 心中要有佛法 不难看到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这个道力就退掉了 这不行 何处是道场 处处是道场 假如有这一天是道场 那一天不是道场 这个叫分别 分别执着就生烦恼了 就生爱真了 平等 时时处处天天都是道场 用真心处处是道场 用旺心 读无量寿经都是轮回业 念佛都是轮回业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念佛如是 读经亦如是 所以 我们在 一切静缘当中 能提起真心 保持正念 很重要 比方说 人家端巧克力来了 起个念头 我最爱吃巧克力 那这个有 摊爱在里面 你一看到巧克力就想到 巧入无声 克力精进 六成在说法 所以看到巧克力就提醒自己 要花开见佛 悟无声 要 这个 想起 江卫龙居士说的 这个 所以吃巧克力就提醒我们 赶快做 法身大师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一句佛号 可以享受这个境界 没有 念的时候 没有一个妄念进来 这叫 应无所住 又能一生 接一生 叫 而生其心 所以心中要有佛法 我们就能正念分明 就能在一切境远 大做梦中佛事 兴建水月道场 所以大家这几天吃饭 不知道法会办得怎么样 有没有 卫咒 大家聊着聊着 全部都引回来 佛法上面 先以欲勾迁 很自然 不太勉强 出发点都是 真心观心 每一位亲戚朋友 真心观心 就是慈悲心 我们今天 一开始要谈的 经句 补济诸穷苦 你看跟我们过年相不相关呢 过年 我们上一节课 跟大家提到了 不能比财富 不要比财富 不要比地位 要比什么 比清净 比平等 比快乐 没有忧虑牵挂 比快乐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快乐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快乐 请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自己亲戚朋友 一年不见 有没有比较快乐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笑不出来了 笑不出来 苦 苦 祭祭诸穷穷苦 在那里比钱 越比越穷 是吧 人比人气死人 所以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我们 我们觉悟了 六成 在说法 尤其我们不忘老儿上的教诲 你在很多情境当中 都能提起他老人家的 经教 你看我们过年了 老儿上都会 祝福我们 诸恶莫作 岁岁平安 你看过年了 应激说法 大家都求 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抓住这个机会点 提醒我们 修阴得果 平安如意 是果 不修阴 哪来的果呢 就像 我在马来西亚过年 哇 这个橘子 人家送来的很多 可能这边的传统 客人来了 还不能送一颗 送两颗 双的 双双 对 这个可能是比较吉利 送两颗 橘子的颜色 橘可能是吉的意思 代表吉利 老儿上这个法语就 很有智慧了 大家都求平安吉利 要记得修阴 要记得修阴 而 以前一提到过年 叫张灯 结彩 说实在的 我从小到大过年 也没张过灯 真的没有张过灯 贴过春联 没有张灯 也没有结彩 我们就住在大都市里面 这种年味 没有乡下 后来我发现 马来西亚 的华人 张灯结彩的很多 他们很重视年结 在同事们传过来的照片 他们一团聚 我算了一下 都差不多三十多人 问问 你几个兄弟姐妹 九个 这么多家族的人 团聚 这是中华民主的特色 这叫家族凝聚力 这个凝聚来自什么 来自血缘 来自同一个祖先 很团结 而且 这个家庭家族的团结 对每一个人 内心 都有很强的安定力量 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人 他的人生从来没有遇到 逆境恶远 一凡风顺 顺到底 大家见过没有 没有 但是呢 他再难的考验呢 他只要想到 父母 兄弟姐妹 整个家族 都是他的后盾 他的心就安 很多了 所以俗话说 这个家是人的避风港 那 我们现在家族团圆了 看到这个情境 要想到什么 我这一生要到极乐世界 跟老和尚团圆 跟他老人家约好了 他看这些境界 大团圆了 而且我们学了佛了 这叫法眷属 那法眷属不是血缘关系的 是一同学道 一同互念正法 一同利益众生 这个是法眷属 这是静止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横批叫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学无量寿经 学什么 首先学阿弥陀佛的心 就是我们这一首祭 必成正绝 第七这一品 一切皆臣佛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我们首先要心同阿弥陀佛 相应 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 这个解 我们不随顺自己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随顺自己的都搞轮回去了 我们已经搞了那么久了 无量解了 不能再随顺烦恼习气了 随顺无量寿经的教诲 随顺老儿上的教导 解同阿弥陀佛 心同阿弥陀佛 好 那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年夜饭聚会 就是转无量寿经 要为众开法障 改天我们 有机会 坐在一起 我们一起探讨 讲任何话题 都可以拉回来无量寿经 拉回来佛法 那练成这样的功夫呢 那随时 为众开法障 广市 功德宝 看到 人家带小孩来拜年 哎呀 你这小孩很可爱啊 哎呀 好好教啊 投到你们家了 应远难得 好好培养 以后成为社会的重量 都把他拉回来 你不要只有 哎呦好可爱哦 玩一下 这个就没了 都拉回来 无量寿经 拉回来老上的教会 看他 哎 你在哪里服务啊 说吧 都关心啊 最近在哪里高就啊 你看 我们一聚会 谈的话题 这些都都会谈到吧 马上拉回来 这个儒家讲 大学之道 各行各业都可以行大学之道 佛家讲各行各业 都可以行菩萨道 哎 可以激功累得啊 哎 不行菩萨道啊 那有可能呢 就造轮回业了 啊 遣迟啊 要含蓄一点 委婉一点 啊 不能太直了 啊 不行菩萨道了 就就搞轮回去了 这种语气啊 太强烈了 可能会 搞轮回业了 哎 现在的人很敏感哦 啊 你的言语不够柔和啊 马上他不舒服的感觉一上来 接下来他直接把你的话屏蔽掉了 啊 或者是用微信来直接把你拉黑掉了 啊 啊 简直用具太强烈了 啊 不妥当了 啊 柔和直质啊 设身得啊 好 好 那 真的大家要多锻炼哦 人家讲任何话题 你都可以把它引回来 啊 谈传统话 谈佛法 啊 你们角度觉得很困难哦 啊 我这个人喜欢挑战困难 啊 你们把情境给我写一下啊 啊 实在 没有办法拉回来 好 我来试试看 哦 你真的是出于一心利益他都会有方法 所谓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儒家也说 事有百折不恼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现在这个时代啊 人 不闻圣教 他很苦啊 他很匮乏 匮乏就是穷啊 内心匮乏 缺爱 这个都是穷啊 都是苦啊 他真的遇到真心为他好的人 他的善根很可能呢 就会掉动出来了 我记得是 二十年前 我到海口 刚好呢 为警察 讲一堂课 那个警察 他们是已经干了好多年警察了 然后回来培训了 结果这么巧啊 就排我去给他们培训了 结果我先到了 我站在讲台上等他们 进来 结果一进来啊 哇 那当警察 叫做像我长这个样子 我看 没有贼怕我 进来都雕头大汉 我都很强壮 走进来了 看到我站在上面 这么晚了还上什么课啊 哇 走进来 看着我的眼神 不是太友善 甚至一坐下来了 基本上男众居多啊 女警有 不是太多 坐在前面呢 有的腿就翘起来了 然后呢 有的手就那 看你这个小朋友说什么 我那时候才三十岁而已 这个 突然想到啊 这个认言经有说了 若能转悟 则从如来 这句话告诉我们修行的重点 重点在哪 要能转境界 不能被境界转 其实呢 你只要不被境界转 境界就被你转 你要不被境界转 你要定得住 你定不住了 那他的情绪就影响我们的情绪了 那就互相闹情绪了 那就不欢而善了 所以 我这几天呢 刚好 刚好有一些 佛友 他们一来都是十几个人 整个家庭来拜年 老中青 还有世代的 真孙来了 世代人 这个团体凝聚力 这个家族凝聚力 这个马来西亚真 不简单 你稍微看一看 这个夫妻之间的表情动作 还是这个 母子之间 你可能就看出一点 专想出来 你这样就能应激说吧 给他们一些提醒 比方 看这个儿子的表情 感觉到这个当妈的人 可能有控制力比较强 讲到了 要能转境界 不要被境界转 我就说 孩子是他人生的主人 妈妈只是配角而已 就好像他开车 车是方向板 在他手上 你在旁边 你只能告诉他 开慢点 是吧 你讲了 他没听 那你也不能 发脾气强求 你是圆 你是配角 你是圆 净着力就好 不能闹情绪 你总不能去踩他的油门吧 那这个车就很危险了 谈到不能被境界转 只要我们没有被境界转 那就没有坏事的 事实是好事的 比方说 你儿子 对你 你讲了一句话 对你发了一顿脾气 你说 我就讲这也没什么 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呢 莫名其妙 你就被他转了 你也开始起情绪了 假如你没有被转 我这句话可能是导火线 可能他情绪积了很久了 我对他关心不够 他积了那么久了 我都没注意到 没有对外 着相生烦恼 往内反省自己了 儿子发完脾气了 你还是倒一杯 他喜欢喝的 Cappuccino 还是喜欢喝的大红袍 端到他面前去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发完脾气也冷静下来 他也不好意思了 可能半个小时之后 他就去跟你说了 妈对不起了 刚刚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 你看你没有被转了 你自己在这个境界提升了 你被凶了一顿 还能替人想 你不是在这个境界修行吗 提升吧 你的孩子的善根也被你吊起来了 一次两次三次 你的孩子就很佩服你的修养 我们聊的这些是生活情境 哪有一法不是佛法 随缘妙用 无杀事得 今天 有个 同修 他说我们家五个人 谁也不服谁 我说了 我说谁也不服谁 你就别急着管别人 先管自己 这个夏连句老句说了 他的一段法语 非常精彩 诸位农修 这个至颈录 短短的开示 我个人感觉 你菩提道上 所有境界 里面都有法药可以解决 这个猿人说法 无法不远 问题是 他每一句 你得真用上 那用上了 受用不得了 比方说 我们常常举的 须打破 自欺一关 人不自欺的 每天日日之飞 日日改过 每天进步 就像我们过年 我们不忘老儿上的教会 老儿上送给我们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这个负是什么 恢复 恢复 恢复自性 新的一年来了 我做每件事 为了恢复我的性德 三归一 归一 决正境 在哪里回归 在我的每个念中 深深唤醒自己 是不是回归 鸿鸣 正章 自性 念念不离 本尊 阿弥陀佛 我的一年一行 都用真诚慈悲 常驻真心 我在回归 好的孩子 是成功的一半 今天是龙年第二天 不知道大家战果如何 有没有法喜充满 有没有观观难过 观观过 有没有飞龙在天的感觉 当然飞龙在天是九五 九五飞龙在天 还要先慢慢沉浅 积累 不过我们也积累了 很多年了 赶快要飞起来了 时间不等人 我们要飞龙在天 才能为人演说 正几化人 一元复始 一言一行 都是为了回归真心 你一直在用真心讲话 做事都在回归 万象更新 我们要大变活人 诸位 忍者 你们见到 好一段时间 没见到的经纪朋友 有没有哪一个经纪朋友 说 你变了 当然不是变老了 你气质变了 心变了 气质就变了 我们修行人 每一年跟亲戚朋友 见面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说 你变了 那我们得检讨检讨 修行要越变越柔软 越变 越慈悲 那个磁场 就让人家很舒服 所以这个万象更新 你看老儿上开起来 一元复始 就是明明德 恢复明德 万象更新 就是亲明 就是心明 就是要 利益他人 当然你要利益他人 要用自己的明明德去亲明 你正极了 才能化他 假如我们做的不好 这个明明德都没有透出来了 都是习气透出来了 那不可能清明 你哪怕是提醒别人的问题 他会给你怼回来了 你不要 你不要五十步 我百步了 所以你看老儿上这些惊叫 知所先后 要先正极 你看老儿上说 为人眼说 眼在前面 说在后面 所以我跟这个同修说 你要管别人 你要问问自己 有没有本钱管别人 是吧 什么事你要去做 你要有本钱 你没有本钱 你怎么做 我们来看下年老 他这一段法语怎么来 看到 这个一般学口的人 一提到六祖谈经 只是念那一句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其实还有好多重点 都是修行的关键 结果大家都变成 只念这一句口头禅 当然这一句也很重要 当我们要起情绪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那夏老说了 曹西云 六祖大师说了 常见自己过 与道极相当 一个人 常常会有烦恼 一定是见人家过 不是见自己过 所以常见自己过 与道极相当 佛法是内学 内观 又云若真修道人 不见是见过 那这一句话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 若见他能过 不是修道人 没有在道中 又闻 斜来 烦恼字 你念头一篇斜了 烦恼就 排山倒好 来了 正来烦恼除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生佛号要分明 正来烦恼除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这个祖师说的 除雀阿弥总不知 除了这句阿弥陀佛 寥寥分明 其他的不要去 乱攀援乱管 又云改过 毕生智慧 改过毕生智慧 假如我们觉得 去年好像智慧 没有太大的增长 遇到境界还是 稀里糊涂的 那新的一年开始了 要有自我期许 我给我们福州的同仁 提了今年这一年的 修学重点 因为以前在如江 每一年我都有提出来 现在虽然年纪变大了 要好穷不减当年 所以现在又提出来 我们经年是什么年呢 叫自知去习的一年 要有自知之明 佛是绝的意思 你不能在每一个境界当中 事情都经过了 问题出在来 我也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的念头出在来 我不知道 那就不自知了 甚至于 几年前的事情 还在心头里面纠结 都是不自知 人没有把过去的事情 好好消化消化 会卡住 会成为心结 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心结 很简单 怎么测试 你只要去念半个小时的佛 念着念着冒出来那些东西 只要是过去的 就是你还没放下 不然为什么他一直往上冒 修行路上 没人给我们发考卷 我们要自己 给自己发考卷 检查检查 学得怎么样 自己勘验自己 我看到一个同仁 我感觉 从事教学工作 很好 真的 太有福报了 首先 你自己很受用 你教学者 你会不知不觉 你都在关心 你教学的对象 你带着学子 人数不多 实在讲 时间都不够用 都有点愧对 同学们 那时间都不够用了 那你就是拿来看哪个同学 现在有什么境界了 你得及时互念 七个及时 那个十滴简错过了 就很不一样 你及时关心了 他非常安慰 感动 他刚好在那里 快扛不住了 突然接到 陈德的电话 他首先是流眼泪 假如他已经流到 泪都快干了 你才打电话去 你看一不一样 他可能哀莫大于心死 他正在流泪的时候 法师都不管我了 阿弥陀 所以这个七个及时 大家不能学十滴 不能说只有七条 七是圆满的意思 老和尚说 这个阿弥陀经 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若七日 那前面一高六都是数字 是真的 哇好多啊 古代还有现在的 一发愿 哪怕 并没有说马上没命的状况 但是毕竟是癌症 他下决心了 我不治了 求生净土了 都不会超过几天 我这些年 听了好几个例子 后来我就 有一个体会了 为什么都是几天就走 因为阿弥陀佛不忍心我们受苦 那病苦痛起来 很用命的 你真心了 起感应了 阿弥陀佛不忍心你 多受一秒钟的苦 你真的感应到焦了 他就把你接走 他老人家普济出穷苦 他老人家是 无量受佛 甘露王 甘露 那是很及时的 不会拖延的 便就今朝成佛去 乐邦化主 以行使 我们今天往生的阿弥陀佛 第一句话 傻孩子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不忍心我们多受一天轮回苦 这个我们自己要能体会得到 刚刚 跟大家提到 这个改过 毕生智慧 可是问题是要知道 过在哪里 所以首先要知过 才能改 所以要自知 这个同仁 我一观察 刚刚跟大家提到 真的很感觉有教学的机缘 不知不觉 把这个我值 慢慢放淡 就比较能够 敏锐的 观察到别人的状况 以前自我中心了 那更感觉不到别人 现在慢慢放淡了 有时候 一看 他这个表情 有四楼 这个就可以及时关怀了 你一看那个表情 魂不守守 最近境界很 很大了 稍微了解一下 果然如此 赶快了 不然魂不守守会出大事情 我就刚好 有个同仁 他也都有上来听我讲课 他一般都会开镜头 所以开镜头有好处 我刚好发现你不对劲了 我才能及时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 结果一看 那个表情 有点恍惚了 我就让他 过来一下 如江的同仁 人魂不守守是会出事的 他来了之后 跟我讲 前几天他在出车祸 后来说 人家算他 今年会有节 他说过了今年就好了 我说你得过了 还没过 他挺怕我 所以把他找来了 他每天 他不会是 稀里糊涂的 不敢稀里糊涂的 每天叫他坐在摄影坡 陪他散步 他走着走 他说 这位老师 因为他们叫我 叫老师 叫习惯了 老师 这个我 想一想 我这几年 有点 没有尽到我家庭的责任 我说什么有点 很没有尽到家庭的责任 你怎么对自己都这么 下手都这么轻啊 你看 相由 言为心生 你一句话里面 就把你的心理的状况 就透出来了 我们自己太粗了 你心敏锐一点 你在哪里自知啊 我讲的每一句话 我可以自知 那就是我心的反应 心在何处啊 我的心在哪 心在作用 我的每个动作 就是我心在起作用 一拉窗帘 把窗帘给扯断了 代表什么 太粗鲁了 或者呢 端个东西 不小心水都溢出来了 就是心不安定 所以在哪里自知 anytime anywhere 都要自知 甚至于 把以前经历过的事情 档案整理清楚 都要把它归档了 不能乱七八糟的 常常在那里打烦恼 都归档好了 变成什么 归成人生 宝贵的阅历 见识 过去不好的事都要转烦恼为菩提 都要让自己精一世 长一致 结果这个同仁 我就观察 他跟人相处 我感觉心不是很散开 后来 后来有机会跟他深聊 你要跟人聊 要有耐性 多倾听 因为 人不习惯讲内心话 你要让他有一个过度 他跟你慢慢聊啊聊啊 他的心越安定的时候 他内心深处的东西 他就很愿意讲出来 这个不能用逼的 什么都要自然 水到渠成 你跟他聊聊聊 他感受到你 一心为他好了 我一开始跟他说 你好像跟人不容易深交 他说 我跟谁也都不错啊 他还不一定马上能认同 聊着聊着聊着 他说 我小学六年级 十几年前 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 用现在 这个佛法讲本土话 现代话 用现代的词叫闺蜜 有一个闺蜜 两个人 等于是 这个形影不离 最后发生了一件事 就分开了 没有再见面了 我有受伤的感觉 那请问 这个伤好了吗 一个人伤没有好啊 他怎么跟人家展开心呢 是吧 可是你看 这十几年前的时候 你没有转烦恼为菩提 他随时还在 影响自己的心 影响自己的身心状态 影响自己的人际交往 前世不忘 后世之思啊 我现在观察 能够经一世 长一世的人不多 超过一半的人 经一世 长一怕 为什么 落了印象 事情还没来 相似的状况要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紧张了 甚至他会逃避 我既然受伤了 我选择 不要再受伤 他就开始逃避了 那天跟一个同修聊 每一次要过年 我就开始紧张了 要静谋 佛婆 那就是经一世长一怕 因为他脑海里 一想起来就是婆婆 那种言语 那种逼他的 咄咄逼人的言语 他落在印象 常常都想 一想就怕 要回婆婆家了 心脏 碰碰 碰碰 这个时候要自知 赶快阿弥陀佛 不能让心脏继续碰碰 赶快 补贤 贤供尊修 补贤大师之德 要用上了 补贤 理静诸佛 怎么理静 你心里面不能存有对他的看法 成见 不能落这些不好的印象 不然你就理静不了 都要放下 用阿弥陀佛把这些东西洗掉 还要什么 称赞如来 一见到婆婆 婆婆以前的好付出 你要讲 这样关系就慢慢就转了 学佛就是转静 不能被静转 什么时候是道场 你见每个人就是道场 要转静 不要被静转 这个同仁 你不放下 你那时候的受伤 那你人际关系 可能心都打不开 其实 我们经历过事之后 都觉得是自己受伤了 这也在提醒我们什么 我们比较关注自己 要在这些地方 看到 今天跟一个 他应该大我几岁 我觉得他很有慧根 他还没学佛 我今天跟他聊什么 他都能接受 这个是过去生就有学佛 要遇到远 他也在发表 他对人生的体悟 他说我 我都是人 人 而且 人是有限度的 我忍不住了 那我就要找他来了 这个是你错 还是我错 他就叙述了一下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还有一个我在人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我 那才是你的烦恼的根源 他居然接受了 很高兴说 对 众生善根 不可思议 出生 众善根 普济诸穹谷 你要出生 众善根 谈话当中 你发现 他很可贵的地方 要战战杂杂杂 让他那个善根 可以增长 所以我们 要了解 当你觉得受伤的时候 有可能对方也受伤 有可能对方也受伤 是吧 你看这个朋友跟他 离了 没有 没有再见面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家学过物理学没有 当你觉得受伤的时候 可能对方也有受伤 我见过不少夫妻 你单独跟先生 谈话 听下来 太太不是人 你跟太太一谈话 谈下来结果 先生不是人 到底真相是怎么样 其实两个都是人 重点在哪 重点在 我们一看对方的错 缺点 你就一直放大 人要看到自己的状态 看到自己 执着点一起来 整个人状态就越偏越大了 一直成病 不能出现执着点 我们要在这些地方看到 自己的信念 你只想着你受伤 你有没有想着对方受伤 我们都学佛那么多年了 要清楚一个真相 轮回从哪里来的 从我直来的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请问谁用上了 真清楚明白了 在哪时候放下果子 在哪时候放下果子 anytime anywhere 在这些经缘里面 当然 陈德刚刚举的 一个巴掌拍不下 可能彼此都有错 都有受伤 但也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真是来讨债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 比方说这个夫妻 太太人挺好的 真的亲戚朋友都觉得挺好 可是那个先生呢 百般折磨他 你们有遇过吗 那这个呢 也有这种缘 纯粹来讨债的 可是问题是 也是因果 不然他不去给别人讨 为什么给我讨 所以礼得心安 今天 有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睡不着觉怎么办 我说睡不着觉是结果 原因在哪里 你要把原因找到 才能化解 然后从身 心 灵 三方面 我今天跟他们交流 交流完之后 那个主要发问的人 我说今天录音 你们回去参考 我说 把这个录音 可不可以给其他的人听 他说没问题 我说 谢谢你的法控 因为一般谈话 他们会问问题 有可能他们的问题 其他的个人家庭也有 而且 一般谈话 我都会先问 录音一下好吗 因为 有时候一讲话 讯息量太多 诸位 诸位 忍者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我讯息量也挺多的 今天这个 任严经 经据也不少 信息量太大了 录下来 可能我们听一次 记得百分之三四十是吧 再听第二次到五六十 听个十次 其实讲学的人 没有一句话 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 他每一句话 他有他的考量 出发点 甚至于有些话还要沉先起后 还有把这一段跟那一段用这一句话串起来 都有考量的 所以为什么老阿尚说 你要学讲经说法 这没法教 为什么没法教 真的给你教了 把你的物门堵住了 告诉你 来 讲经说法 记得五大典 你就使记得五大典 使得 你只要用使记 你就活用不出来 所以老阿尚那句 没有办法教 你可不要听了之后说 老阿尚这么吝啬 不教 你看还有那个 跟老阿尚比我早 他儿子跟老阿尚比我早 他那个妈妈有一天 四下无人遇到我了 老阿尚走过来 还躲到角落去 老阿尚也没有多教你什么 这个疑心 不能怀疑阿弥陀佛 不能怀疑老阿尚 重点在哪 重点在我们感受不到 父母的心 感受不到老阿尚的心 这是重点 感受得到 绝对不会说这句话的 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感受到了 就觉得老阿尚每一次讲经 何盘做出 你静下心来都可以感觉 老阿尚那个恨不得一生的功力 像那个金庸小说 灌给你 用通俗的话 真的把心都挖出来 给我们 体会到了 你听他老人家每句话 你都会很珍惜 因为你不愿意 招待老老上的真心 如瓶得宝 你听完都会 欢喜 信寿啊 要改往修来啊 喜新异乡啊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啊 忽量寿经这些话都 真实不虚啊 所以 没法教啊 是慈悲啊 是怕堵住我们的雾门啊 很多东西啊 是要靠自己领悟的 不是外面来的 从门入者 不是家珍啊 从外面来的 不是宝贝啊 老外上说的 你要长期去跟随 你就知道 老师的思想 理念 体系 他是怎么活学 活用佛法 你长期跟随 他怎么 对待怎样的人 伤人 他怎么讲 对待孩子 他怎么讲 对待有家庭的人 怎么讲 对老人 怎么讲 活的 刚好 有几个小朋友来陪我过年 结果呢 他们变成 接待主的 人家来拜年 幸好有他们 而且这个小朋友接待 所有客人都很欢喜 而且这些小朋友 笑容满面 都是一天笑超过两百次的 因为他们的母亲是做胎教 我跟他们相处了快两个月了 一年半前相处了一个月 最近又要相处一个月 我没见过他们 起过任何情绪 哎呀 有舍有德啊 人生孰轻孰重啊 要会判断的 要舍得啊 而且有舍有德啊 孩子一生的健康 是钱 身心的健康是钱换不到 孩子 身心的健康啊 他可以用一辈子啊 从现在的学习 到以后走入家庭 事业 他都要扛责任 他身体好啊 心理健康啊 这都是钱买不到的 而且感悟什么 命理有时 终须有 该是他们家的福报 先生一个人赚是圆 你们家有那个福报啊 一个人赚跟两个人赚是一样的 他只是要有缘而已嘛 有缘的 过去今生这个法布施的因 就献果相了嘛 反而 他的这个孩子母亲 辞掉以后 虽然一开始比较拮据 慢慢就越来越宽松了 经济状况也挺好的 那他们证明了 我就更有底气了 因为我以前都是 for example 我的姐姐 大家又说 少数 他不一定相信 你看 辞掉工作的母亲 他都印证这一点 那这个孩子来做接待了 倒完茶 送上这个吉利 橘子 还有这个巧克力 甜点 他们服务完了之后 坐在旁边听 听啊听啊 后来客人走了 我跟他们吃饭 我就问了 我们已经接待三拨人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啊 有一个孩子说了 这个法师 跟这三拨人讲的内容不一样 有一些讲佛法多一点 有一些讲佛法少一点 他在观察 为什么讲佛法多一点 那是进宗学会的同修来 但是呢 是佛法的词少了一点 每一句都是佛法了 不然 下错一个字转语 做五百事也呼声 这个话不能乱讲 只是呢 有一个家族来了 没有一个学佛的 只有这个同仁他学佛 他把他的家族都带来了 没有一个学佛的 但是啊 我们很欢喜 结缘啊 不清后学 那个没有学的 有时候那个善根可能比我还高 他一接触到缘 你看他的眼睛发亮 然后要走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还是会再见面 我说一定一定 当然我会批评一下这个同仁 你都没有铺垫姻缘啊 他们都挺有善根的呢 所以我们呢 不能预设立场 哎呀 他们又没吃素 哎呀 他们很难接受啦 都是自己的念头是障碍 境界没有问题 念头才是障碍 我们不够慈悲才是问题 你有慈悲心去关心他了 那个缘就出来了 现在哪一个人不需要佛法 哪一个家不需要佛法 他没有佛法 现在这个社会 很不容易 现在人心有千千结 夸不夸张 不夸张 我请问大家 你一天会遇到几个境界 你遇到这些境界 心里都是畅快的吗 假如都 都还是不畅快的话 那你一天可以打几个结 我们不说别的 你就面对你最轻的人 你没有用佛法 化开过去 现在的这些结 他只会越结越多 所以为什么一番旧账 一拉就拉不完 那个结都绑在那里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所以他想不想解决问题 没有人不想解决问题 问题是他不懂得怎么解决 他没有遇到五千年老主动的智慧 所以我今天接待客人 还有上半场下半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十一点才到 十一点都到了 讲到十二点 他们说法师 你先吃饭吧 听是冲 什么意思 他们还想听吗 你心里面不能又有一法 又有一法 就不是真心了 你在那里讲 我在讲半个小时 就让他们离开了 你有一法 你就不能随远了 真心一法不利 其实当你的心在那里 我再讲二十分钟 他们赶快走吧 你铁定不是真心 在跟人家讲话 要因无所住 你有那个念头 你就住了 合身其心 听了 好 你不能再继续讲 继续讲变成他心里有负担 看那个时钟 法师还没吃饭 法师还没吃饭 他也专心不了了 你都要看人家的表情 看他表情有挂碍的 你要横顺众生 好 我先去用 然后留了一句话 有佛法就有办法 待会我回来 大家有啥问题 我们来探草 下半场他们就开始提问了 像刚刚提的那个不提了 这个睡不着觉怎么办 那这是果 有原因 你要把原因找出来 有身体的原因 有心理的原因 还有灵方面的原因 因为有业力 你过去造的沙业太重 过去今生 造的 那这个都可以化解 那生的话 那我就不说了 这一说就话又长 我们还是回到无量寿经 当然 这个是无量寿经 我们要试着把它用出来 这个录音 我再发给大家听 大家做参考 我们这一品经很有味道 必成正觉 第七 位众开法杖 人家来拜年 就是开法杖的十几点到 要广施功德宝 那刚刚 跟大家提到 我们今年 期许同仁是 自知去习的一年 查过去习 物质期 这下年老的法语 持戒念佛 看经教 查过去习 物质期 你不听经 读经 你没有办法建立正确的 知见 没有办法用真理去思维 那你就是烦恼做主 错误的想法看法 困住自己 所以这个心要调好 理得心安 这个睡不着觉 一定烦心的事很多 你要用法 来调伏这些 忘心 忘想烦恼 那改过 我们看 夏老 从六祖谈经里面结出来 都在知道我们 怎么自知 怎么去习 常见自己过 就是自知去习 与道极相当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就告诉我们 我们见能过 就是我们的习气 要去掉 邪来烦恼制 要自知 我邪念起来了 忘念起来了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正来烦恼处 正念现前 邪念污染不上 都是自知 都是当下去息 那这样改过 毕生智慧 今年我们就会过上 越越不一样的日子了 我感觉我每个月 都有进步了 大家记不记得 我给大家 算了一个数学 题目 每天进步 百分之一 0.01 那365天 每天都进步 0.01 这个就是 每天进步 百分之一 那就是1.01的 365次发 乘365次 得到的结果 37.38 那我们 一定大变活人 因为今年是龙年 龙就是要变 龙表变化 那我们自己变了 我们才能化人 正极了 才能化人 那假如每天退步 百分之一呢 那是0.99 因为学如逆水行之后 不敬则退 退多少 你一天退 0.01 一年会退成怎么样 数字结果是 0.03 会退到 一点倒气都没了 所以不能退哦 所以四肢独谈经者 大敌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物一记 知口耳 就变口头惨而已 耍耍嘴皮 媳妇 太可惜了 这些重要的教诲都忘了 其实这一段 大家感觉到夏老师的慈悲没有 他举的都是什么 都是实实在在的改过 一点禅玄说庙都没 太可惜了 习乎不于此等处 着眼也 那不从这里 左眼 学的都是飘在空中的 落不到地上 不接地气的 所以这一句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见过 你不能把时间又花在 都是看别人 真正修道人 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 还去看别人 说别人 有一个同修来了 他说我们家五个人 谁都不服谁 我说你先不要管人 先管自己 我说管人 也要有管人的本钱 什么本钱 第一 他信任你吗 君子信而后见 他不够信任你 你劝了 他还觉得你看他不顺眼 而信任怎么来的 信任是你做到让他佩服 那个信任不是要来了 我都为你想 你要信任我 那四得其反 什么东西是水到其成 不是你去要求对方 要来的 我们去给人家要的时候 就是忘心 忘心怎么赶人家的真心 这叫强求的心 要求的心 什么事要练 水到其成 不要强求 不要攀缘 那 他怎么佩服你 他做不到的 你做到了 他就佩服你 我说你现在最重要的 让你家里的人 觉得你啊 大变一个人 你一变 你不用拉他们来 他们就来找我 为什么 他说哇 我妈 这么大年纪了 他说要改什么 都改不掉 怎么 遇到一个 成德法师 怎么变呢 你不用请他来 他自己来 这叫铺垫姻缘 我们现在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 都是 把事推给别人 把人抓来 把事 你看着办 看着办 不妥当啊 你要觉悟看看这些姻缘的状态 都喜欢那种特效药 来了 我们讲两句了 这个人就变了 哪有这种事 所以你看 我们看自己的心念 自知 我们很容易都把责任推出去了 都是外求 没有内求 交给谁就万事OK了 都没自己的责任了 这些想法都不妥当 我最近遇到一些同修 看到我 法师啊 你责任重大 你看 他的面头就是什么 责任都给你啊 责任重大 你们以后不要跟我讲这个话 我不理你了 都把责任推给我 这叫自知啊 看到自己的念头没有 请问这个念头跟 法菩提心一向专念相不相应啊 这是你们说的 我没有强迫你 我只是设问一下 这个心念跟法菩提心不相应吧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这八个字不能虚于理也吧 我们对不起佛陈东老母的表演 请问大家 陈东老母谁渡的 佛渡不了啊 因为他跟佛没有缘 佛从这边来了 他头就转到那边去了 佛献神通 包在他的周围 他蹲下来哭 因为学生起疑惑了 佛陈啊 这个老人家跟我们住得这么近 你怎么不渡他呢 佛说他跟我无缘 学生的表情 眼睛有点疑惑 住那么近 怎么没有缘呢 你看当老师不简单 看看学生的眼睛 好吧 那我就 做给你们看 做完学生明白了 真的 佛有三不能 其中一个 佛不能度无缘之人 结果派谁去啊 派罗侯罗去了 一去 跟老人家圆和好 聊得很开心 一聊 最后就震果了 这个故事 不能让佛陈东脑姆跟罗侯罗白表演吧 表演给谁看 表演给我看 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缘度不了 这一生 有很多人是跟你有缘 你怎么把这个责任都推给老让 推给别人 陈东老母你们觉得太远了 我在for example 会讲到你们 我这样有点太强求 要放罗软一点 老儿上常常说的 香港河东绝世的夫人 这个河四礼将军的母亲 探听阿弥陀佛 他的子孙通通信基督教 他也没有去强求英语 后来老人家有一天 跟子孙说 我们亲人一场 我们家庭里面是宗教自由 但毕竟 我明天要走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们明天可不可以送送我 你看这个要求 合情合理 大家都很接受 都来了 老人家念阿弥陀佛 大家跟着念 不到一刻钟 不到十五分钟 自在往生 后来全家都念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大家有没有听完说 马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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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像他这样表演 这叫立志 我见超市智 你看 这一品经第一句话 要有智 人是有智 如树是有根 你才扎得稳 你才有力量 他一家人都念佛 还有记者采访 你看 影响了多少知道这件事的大众 度了不少人 那都是跟他有缘的 所以我们知道了 这一生跟我有缘的人 是我要度的 你有这个责任 这就是菩提心 好像杜中生都跟自己没关系 那这个菩提心就没有很好的发出来 我们不是去攀缘 但是要珍惜因缘 你看这个老太太这个缘多殊胜 他们家捐出来 现在是东联绝院 是一个道场 每个人来到这里 都会知道这老太太的表演 他还继续放光 佛光 在互念跟他有缘的众生 好 所以 我们读到这一篇经 也是很佩服阿弥陀佛 佩服 敬而要效法 这个佩服才是真的 不是嘴皮上说说的 这叫脱笔一正 显我自心 我们借由认识阿弥陀佛 认识四十八愿 认识极乐世界 我们会触动善根 这是阿弥陀佛以他一正庄严 在帮我们出生 种善根 啥时候有出善根 你遇到事的时候 突然无量受机的经文起来了 就是佛光照 我们善根起来 包含你在读经的时候 读着读着 就读到那一句 众死生死诸苦中 如是怨心永不对 眼泪下来了 读到 为度有情令得度 以度之者死成佛 你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 你那个眼泪会很自然出来 那叫嫌弱自行 但是是阿弥陀佛这个助缘 我们本来没有 也出不来 本有的 我们要这个自知 不只是知自己的过失 也要知自己的善根 也要更明白自己有佛性 自己的信心要不断增长 信为道远光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根 这个信心保持下去了 你见人事物很容易 善根就起来 信心保持住了 你见什么好像都在跟你说法 六成会说法 你相信 佛菩萨无处不在 你要做善财童子 哇那真的 你一切尽缘 佛菩萨来护念你 只有一个人是学生 其他的都是老师的 佛法 真的管用 用出来 慢慢就很有法喜了 慢慢你就觉得 世卫哪有法味浓 世间的东西 你不是刻意 要去忍住 不用 你尝了法味越多了 这世卫不值一体 事实上你尝到法味 你就觉得世卫是一种染污 那个世卫可能都有副作用 好 那我们今天 首先谈的 普济诸穷苦 老上讲解了 这是比喻迷惑 无知 就是穷 就是苦 这个穷 并不是指 没有财固 大家读到这里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相信 大家这一两年 有没有听过 你附近谁饿死了 他可能没有 所以你看 这个穷 不是吃不上饭 也不是没有财富 人看似 看得太表浅 不是没有钱财 佛法里头 不仅指这个 哪怕你遇到穷的人 你真要帮他 你给他一餐饭 解一食 他真正的穷 是内心 贫穷 没有智慧 他不懂得修福 他不懂得什么都会因果 他每天还在怨天尤人 他就更穷 所以 佛法指的是 没有智慧 穷 没有道德 穷 没有善行 穷 所以我们要过一年 很富有的一年 我们这一年 要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有道德 越来 越欢喜行善 净则一面不深 动则万善相随 刚好跟你有缘的善事 欢欢喜喜 尽心尽力去做 那我们就会过上海 我在卢江有一年 跟同仁们 共同勉励 我们今年要过一年 过个无怨无悔的一年 岂能净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这些我们平常没想到 所以最低限度 我们要晓得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方法了生死出三界 没有方法断烦恼 没有方法断烦恼 在这个世间 长劫之中 无依无靠 这是真正的穷苦 你看老板上这段法语 你纵使有几百亿 你没有的依靠 你半夜还得吃安眠药 才睡得着觉 这都是真正的穷苦 都很可怜 而且老阿尚开解这一点 这是佛为什么要出现 于世的 最低标准的 帮我们出六道轮回 不然问题没有解决 他是国王也没用 死了之后就轮回去了 他去做了天王也没用 那之后还是要掉下来 三三道观光旅游 还是穷 还是苦 三二道是老家 当然穷苦 所以真正富有 懂得念佛 心有所安 念着念着 就像下年老 知道念佛法门 高兴三天 我终于可以出去了 我终于可以出去了 后来把书房改成欢喜灾 不知道你们改了没有 当然不是向上改 心上要欢喜 如是妙法 信天文 阴长念佛和欢喜 不只自己欢喜 要普及诸穷苦 受此广度生死流 跟我有缘的 我尽力去把这个法能 介绍给他们 那佛说此人 真善有 你这么做了 不只你欢喜 众生欢喜 诸佛菩萨欢喜 众生得利益了 佛菩萨最欢喜 那老上说了 说实在的话 我们今天是真正找到依靠 我们靠阿弥陀佛 我们靠无量受精 我们靠观音世智 这就是净主宗的三宝 三宝是佛法 神 佛宝 光中极尊 佛中极尊 静修节要里面 无量受佛战 无量受佛甘露亡 都是及时给我们加持 给我们帮助 你一念 他的加持就到了 你不念 烦恼在 就好像 自己拿了一把黑色的伞了 这个光都照不到了 自己把他挡住了 不是他没有 所以无量受佛甘露亡 威得愿利南梁 威得愿利南梁 我们过去今生造的业重 不怕 只要啃上他老人家的大法船 他都让我们带业往生 给所有的业都帮我们捧起来 因为那个船福力很强 四十八愿力很强 不怕 鸿鸣前称消灾障 好好念佛 万德鸿鸣能灭重罪 化火宅为清凉 我们每天不会在 现在烦恼的火宅里面 化火宅为清凉 顺敬阿弥陀佛 逆敬阿弥陀佛 好人坏人都阿弥陀佛 不会先到贪爱跟 惩慧的烦恼里面去 菩提心中皆佛光 诸位忍者 你们准备皆佛光了没有 菩提心中皆佛光 福慧善根至长 念着佛念着佛 自自然然 把洗就出来 善根就起来 一向专念莫彷徨 阿弥陀佛可以靠了 无量寿经 观音世智可以靠了 不用彷徨 情修戒定相 要持戒 心才能亲近 心静佛祖静 信愿行 三世之粮 苦海得慈 大家上传了没有 之粮 拿好了 信愿行 三之粮具备了 苦海得慈 万修万能去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大愿大利 皆引导师 阿弥陀佛 你看这个 无量寿佛战 很有味道 我们过年 不要只喝茶 不要只品茶 要品无量寿经 这些经据 法味很浓 夏年老编的 这个静修戒药 法味很浓 当然也要品品 自己过去这一年 你要把它品明白了 不能无理无睹 你没把它品 品出味道来了 品出 这个法味出来 你没品出来 明年这样的问题 照样犯 你品出法味了 你就有警觉性了 你就会提醒自己 后不再重 这个品质 为什么叫茶禅真味 古人留下来 这个茶道 里面有道 我们不要 先喝哪一种 哪一种最贵 这个都 这样的心来品茶 我看品不了太多 你要知道 依其一切 那个茶叶 里面有乾坤 一片叶子里面有什么 有天地 日月精华 你看有多少雨露 有多少早晨的露水 有那个地方 自然的一些树 甚至还有鸟 给它下肥料 是吧 那个一个叶子后面 有多少 无量因缘 在这个叶子里面 你品出这种味道来 你就会很珍惜因缘 喝这杯茶不容易 人生每一个际遇 每一个因缘都不容易 你会越喝越知缘 喜缘 越知福喜福 越知恩感恩 那你进一步就懂得 报恩 造福 造缘 好 所以 这个 老和尚 提到了 观音四智 我们怎样 依靠 这个要晓得 佛法重十指 你不要这一瓶经 读完了 赶快去请一尊观音 请一尊大师 当然请回来也好了 但更重要的 要重十指 观音是慈悲心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众生 能生慈悲心 就是观音 那我们有没有 念念为他人着想 那这个就是依靠观音菩萨 而且 他会加持你 因为你跟他同心 感应 所以我们要有慈悲 这一生 跟你有缘的人 等着你 不要都推给老和尚 这叫慈悲 那智慧是四肢 大师之表智慧 所以我们是依靠 慈悲 依靠智慧 我们处事 待人接物 要用理智 不要用感情 所以 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五个人 在家庭里面 谁都不服谁 你不要用意气用事 还要去讲别人 要理智 你要掂量掂量 有没有讲话的本钱 人家信任你没有 再来 你讲话 有没有心平气和 这是讲话的本钱 你不能心平气和 你一讲话 有时候反效果 现在人脆弱 你不够心平气和 有一点情绪传过去了 你就把他的自我感受 调动起来 你后面讲的话 再对 他不一定听得进去 所以 人都是 欢喜接受你的 你接下来的话 他才能听进去 为什么要调剂人情 才发明事理 所以修行人 不能不顾及人家的面子 你顾及他的面子 他才欢喜 接下来他才容易接受 你不能 我这个人 很直 我有话直说 这个就是 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有话直说 那你就没有替他设想 而且 你今天说 我有正极了 我有改造这些坏习惯了 你就能管人吗 不见得 你假如言以律己 又言以待人 你管也没用 人家还是避着你 避开你 要能管而无管 无管而管 这叫真心 你管 不放在心上 你看 言以律己 又言以律人的人 他那个眼睛就一直盯着人家 你有没有在我的话 怎样坐 人家就躲着你了 你十几点 有了 提醒一下 你就没有放心上 你跟人家相处 没有给人家压力 这叫管而无管 这才是真心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什么叫无说而说 无说就是 你没有带目的 十节应远到了 真心很自然流露了 而不是我今天会讲他一顿不可 那你那个就不是无说了 你就不是真心无助的状态了 那个无说 那个无管 其实就是无助 就是真心 及 清静 遇到原了 及而常照 照就是起作用了 发挥了 发挥完了 他还是清静的 你不能讲完别人的 都一直盯着他 他接受多少 那你的心都不清静了 这些境界都是修自己的 不是修别人的 所以 这个清静 心能清静的 才能管人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管之事 所讲之话 是为三轮体空 是为一心清静 你看我们这个 了凡事性的句子 用在故事上 用在劝人上 通的 用悟性去学佛法 以及一切 那个原理原则 可以用在一切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讲了一句 觉得还没讲完 我们下次再聊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下次再聊